我本人也受到了香港朋友的很大的一個照顧和支持 89年六四屠殺之後 我是六月份跑到廣州 那時候跟虛光差不多都是到了廣州 然後八月份香港他們有個黃雀行動 就把我從廣州運到香港 然後在香港然後再來到美國 所以89年香港朋友對北京的學生運動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我簡單講兩個問題 講三點吧 第一點就是關於香港的法律文件 香港的歷史上有哪些法律文件形成了香港今天的這個局面 第一個法律文件是1812年8月29號 清英簽訂的江寧條約 很多人習慣上把它說成是中英南京條約 其實這個說法從歷史角度上講 從法律角度上講是不準確的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中國 那時候只有清國沒有中國 所以說中英條約是不通的 是清英條約 而今天的時候也沒有南京 那時候叫江寧 所以呢 第一個這個條約呢 它是1812年是清英的江寧條約 這個條約確定了香港的割浪 把香港島給割浪了 那麼第二個法律文件是1860年10月24號的清英北京條約 這個條約呢把九龍呢給割浪了 那麼第三個法律文件呢 是1898年6月9號的清英斬脫香港戒指專條 這個條約呢是把新界呢租浪給了英國99年 從1998年到1997年 所以這三個當時英國和清朝政府 清國政府簽訂的這三個條約 是香港歷史地位上的主要條約 那麼由於這三個條約確定了香港它的法律地位 香港島和九龍它是割浪的 它不是豬浪的 新界它是豬浪的 那麼到了1997年的時候 那麼就面臨到所謂的回歸的問題 那麼這個時候呢在1984年的時候呢 中英簽訂了一個聯合聲明 從文字上看它叫聯合聲明 實際上它是一個條約 因為它是經過條約的整個的簽署程序的 中英聯合聲明在英國是得到議會批准的 在中國也是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的 它不是一般的兩國政府的一個聲明 它是一個條約 而且這個條約也經過也報備了聯合國備案的 那麼中英聯合聲明 它確定了一個原則 那麼就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這麼一個原則 那麼在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上呢 這個英國方面呢它是選擇了用主權換治權 這麼一個一個外交策略 因為香港和九龍的主權 從法律上講它是英國的 它不是主老它是割老 那麼在這一點上呢 英國人它也知道這個 你要保留香港和九龍有不大現實 那麼它怎麼換取 那麼它就用主權換治權 就是把九龍和香港還給中國 同時把新建當的也是還給中國 但是呢換取一個治權 那麼到了1997年7月1號 那麼中方呢制定了香港基本法 香港的基本法它是一個承諾 它承諾五十年不變 它承諾港人治港 承諾高度自治 承諾一國兩制 這是在香港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這麼一個原則上 那麼基本法是對這些原則的一個確認 對這些原則的一個承諾 五十年不變 那麼前不久 這個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說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早就過期了 失效了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它不存在過期失效的問題 因為它在基本法裡面 確認了五十年不變了 它說對 它確認了什麼五十年不變 是對聯合聲明的原則 五十年不變 所以它不能說到1997年 香港回歸了 中英聯合聲明就失效了 這個從條約法上講 它是講不通的 所以呢在這一點上 這個五個法律文件 是確定了 香港今天的法律地位的 它的法律基礎 它的法律原則 從清英的三個條約 到中英的兩個法律文件 是今天中國法 今天香港法律地位 它的基本的原則為文件 那麼除了這前面講到五個法律文件之外 那麼最近我們看到 美國國會 制定了這個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這是當然這個法案 它既不是中方的也不是英方的也不是香港的 而是一個外國政府它制定的 那麼它是有很大的一個國際影響力的 它這裏面有三條 第一條 就是說香港的 美國和香港的關係 美國和香港的貿易經濟往來 要參考香港的人權狀況 那麼第二條 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 不會因為他們違反了香港現行的特區政府的所謂的 什麼判刑啊什麼這個那個的 而拒絕簽證 這點很重要 我們知道像黃智峰先生 像在之前的像朱耀明先生 這些從事香港民主運動的 按照香港這個特區政府的說法 那這些人是在保釋期間的 或者是在押在審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政府會給他們簽證 不會因此而拒絕他們簽證 這是這一次法案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那麼第三點很重要的內容 就是對香港的那些特區官員 他們鎮壓人權鎮壓民主的話 要拒絕他們的路徑 要拒絕給他們簽證 這是對香港的最大的一個支持 所以這是一個外國政府制定的一個法案 那麼除了前面談到的香港的法律文件之外 我們簡單講一下香港的法律地位 那麼香港的法律地位它是怎麼回事 從國際法上來講 有一個國家繼承的問題 前面我們講的清朝跟英國有三個法律文件 那麼清朝它是被誰繼承 清朝它不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 清朝是被中華民國繼承的 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沒有權利繼承 清朝的這些權利的 當然從現實情況來講 英國政府還是選擇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 談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它沒有選擇和中華民國談判 沒有選擇和台灣政府的談香港問題 因為這個確實有不大現實 所以呢 從國際法的繼承來講的話 按說是中華民國繼承的清朝的條約 清國的條約 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 這個清國的條約權利義務 那麼英國方面它考慮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它就是主權換治權 放棄香港和九龍 然後換取港門治港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英國的這個外交策略 就是主權換治權 那麼在聯合聲明裡面 一再強調的就是這一條 那麼在基本法裡面 強調的就是高度自治 我們經常講一國兩制 其實這裡面有兩個一國兩制 這個治啊 一個是制度的治 一個是治理的治 一國兩制 從制度這個意義上講 它首先是確定的是法治不變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 它是海洋法系 它是英美法系 那麼香港一直也是採用了英美法系 所以這一點一國兩制 首先是司法制度的不變而已 香港至今還是用英美法系 它有陪審制 它有按立法 所以這一點一國兩制很重要 另外一點就是私有制不變 一國兩制 這裡面包括了經濟制度 私有制 自由市場制 那麼第三個一國兩制制度的不變 是行政體制的不變 這個行政體制的不變 也就是說什麼叫高度自治 一個國家的主權 它一般來講 它主要的有四個權力 司法權 外交權 國防權 財政權 這是最主要的 一個主權國家 它有四個主要的權力表現 那麼高度自治的話 就是批一半 給你一半 就是在香港來講 它的財政權和它的司法權保留 它的外交權和國防權沒有 也就是說它的高度自治 就是除了國防和外交這兩條之外 其它的所有的權力都保持不變 所有的行政制度都保持不變 這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 這是這麼一個主要的一個內容 所以司法制度 比如說司法終審 司法終審權 在香港來講它是保留的 你要說起的 在港英時期的話 香港當地還沒有司法終審權 它要經過 最終審要經過英國的書力院 但是呢 在基本法裡面確定了香港的終審權 司法終審 然後呢 香港保留了財政權 就是港幣繼續發行 香港保留了它的稅務權 香港的稅務是獨立的 它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稅 然後香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教育權 這點也很重要 香港的教材 大學教材 中學教材 它是自習的 它不需要用中國政府頒發的 這個統一的所謂的教材 所以這一切 高度自治 就是說 它除了外交和國防之外 其它所有的權力 它都是保留的 這是一國兩制 關於制度的一國兩制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國兩制 就是次敵的一國兩制 這裡面就是高度表現在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它的含義是什麼 因為對於共產黨來講 它習慣了玩這種法系 像中國的原來的五大自治區 新疆、內蒙、寧夏、西藏和廣西 這所謂五個自治區 那麼就是說 由當地的人出任最高行政官員 但是這個行政官員 是中共中央政府 事故 是 是的 禁東西 請 記